你好 欢迎收看5月2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卢宇慧 花莲县今天新增了1033个确诊个案 这个星期花莲县内高中以下 韩幼儿园23号到27号是暂停实体课 改才远距教学 而家里头如果不方便 学生还是可以到校上课 并且会提供营养午餐 花莲23日新增1033例确诊个案 花莲县府表示 23日起居家快筛检测阳性 在道院有医师诊断或远距诊断后 即为确诊 另外23至27日 高中以下韩幼儿园暂停实体课 改才远距教学 教育处统计 全县人有约1138名学子到校上课 而人有学童尚未领取到快筛试剂 还请家长到校领取 偏向学子可就进到卫生所领取 跟大家报告 今天入园入学的孩子 在幼儿园的部分有686人 有到校上课 国小的部分全线有288人 还是到校上课 国中有111人 高中是53人 我们23号到27号 全面暂停实体课程 到下礼拜5月30号 复课的时候 那在30号的一早呢 要我们家长提醒我们的孩子 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就先进行快筛 那快筛阴性之后再进入学校 那如果呢 我们的孩子呢 到现在还没有拿到 你记得一个快筛试剂 那其实我们23到27号 这整个礼拜 我们的学校呢 是正常的上班 所以我们的教职员工呢 都是正常在学校上班情形 所以孩子或者是家长 如果方便的话 其实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那播放到学校去领取快筛试剂 那如果是住在中南区 我们路途比较不方便的话 那也可以在当地的卫生所 去进行领取快筛试剂的一个作业 5月30号到6月7号进行试打 那在属于国小附设幼儿园的部分 我们会配合国小端去进行照册 然后统一在国小端进行试打 那针对乡镇市令幼儿园 还有市令幼儿园的部分 也会有我们的幼儿园端照册之后 集中在临近的国小学校进行试打 那这是初步对幼儿园的一个规划的一个原则 那我们后续也会是实际调查 我们幼儿园幼生有接种医院的一个人数 针对一个实际人数 我们会再进行一个弹性调整 是否去增加施打的一个地点 会再做一个几乎实际比较详劲的一个规划